歇心裁剪 海棉条 还特地制作可爱的字母 这是为婴儿专门制作的面罩 此地志工知道小婴儿戴不住口罩 特地量身定做 收到的妈妈们十分开心 这些人都不住 防堵疫情传播 此地志工赖月华 则是自制布口罩 分送给菜饭和计程车司机 会员们得知消息 也一务来相助 现在不只是她 还有六位志工投入 一个月就做出了三百多个 并且和佛堂合作 在提供摘食时 附上布口罩 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 此地志工李春莲 则是把成衣厂改成制作布口罩 儿子还会帮忙上网销售 这全是为了员工的生计着想 日子 如果不工作 不然就不吃 所以想想 他们有家人 然后他们也有孩子 大海新闻印尼综合报道